是的,每一年去台灣的媽祖交流我都會參加 也是志願者 台灣的民眾對於祖廟過去的交流活動都非常的崇拜 過去都有些什麼樣的交流活動? 交流活動除了媽祖的文化信仰的學術交流以外 就是老百姓之間對於信仰之間的溝通非常好,非常有意義 我覺得在疫情之前就非常的樂落在交流 那疫情的時間我覺得我們交流並沒有中斷 因為台灣的媽祖廟裡面寄奉的就是莆田的媽祖 所以這個信仰打破了目前疫情的歌 本ターnie 請笑成麥克沙